他應該VV可以再摸一下 我覺得是家長跟大高中教練 不好意思他 把他洗腦洗得 所以他應該要想辦法把腳步 對 他家裡可能需要他去賺的這些錢 可是我覺得賺錢的方法很多 可是高中很難練起來那個生跑 他小時候一回事 他媽你大學都沒多東西 大學的時候會那個 他了不起現在才22歲 正常來講搞不好大事 他可能大二還大三還 所以我說他很可惜的是 其實如果他的條件在大學再多 一邊每個兩年三年七他搞不好出來 都有機會 我跟你講現在搞不好都有機會 是看他態度 都年輕 二十三歲以下都還很好看 就像我現在看我兒子一樣 很可惜 所以說他很可惜 好 好 準備囉 好 進片頭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你懂你來講 哈囉 好 我們今天一樣會跟大家聊到NBA 那我們今天一早呢 剛結束的NBA明星賽就是今天我們話題焦點囉 那接下來呢除了NBA之外呢 NBA明星賽結束之後還有交易的重點 我們今天都會討論 所以如果呢你對這些話題有興趣的話 要記得Call in或者是上我們的Line 或者是上我們的Facebook來跟我們參與討論 或者是來問我們的來賓 那至於國內的部分呢 SPL已經進入到了白熱化的階段 到底金球跟台銀誰能夠搶下最後一席的門票呢 還有在於洋將的部分 布拉到底應該要怎麼牽制 都是我們今天所討論的重點 那還有大家很喜歡的你來吹 我們今天一樣邀請到裁判老師來跟我們來討論有關於 碰框之後籃框上的球應該要怎麼撥才行 好 那接著就要來介紹我們今天重量級來賓 首先Kenny哥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Kenny 今天Kenny哥一定要好好跟我們聊一下 今天的明星賽跟接下來的交易了 好 沒問題 好 接下來包容楊哲宜 嗨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楊哲宜 對 等一下金球的部分就請不要保留喔 當然沒有問題 真的喔 確定確定 我會據時已告 對 接下來還有跟台銀的比賽 對 當然 就是大家需要知道什麼時候 我會盡量跟大家講 那所以如果台銀的球員有什麼問題 或教練有什麼問題 也一樣可以call in進來就對了 教啊 趕快call in進來 教啊 教啊 這一位是我們坤哥 鳥娃娃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好 那我們一樣 我們老樣子都要先來個時事的搶答 來決定我們各個來賓的發言時間的長短 所以我們的搶答如果第一名的 第一名的來賓會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那如果說第二名的來賓會有40秒 第三名的來賓就有20秒的時間 好 我們先把0拿起來 好 那我們剛剛有稍微預告了一下 我們今天的題目會有哪些相關的 有NBA的也有SBO的 OK 大家準備好了嗎 可以 OK 保留確定 可以 沒問題 NBA明星賽今天有看吧 有 好 好 我講完請搶答的時候再按聊 他好認真喔 真的 你在 我在想我手 競賽狀態 準備好 不要流汗 好 第一題 今年的NBA明星賽的MVP是誰 請搶答 好 二號鮑兒請說 Anthony 蛤 Davis Anthony Davis 大聲一點 Anthony Davis 答對了 Anthony Davis 漂亮啦 刀牙鼓掌 兩位放水放的有點多啦 其實他們是給我一個聲音 看我今天早上到底有沒有看 有沒有看 有沒有認真看 那還記得他得幾分嗎 51 52 對 52分 好 好 那準備好 我們就第二題囉 好 第二題是 Aaron Golden他的第一扣 是用什麼方法給球的 請搶答 又是鮑兒 這是兩位 又是你啊 你們的零壞掉了嗎 我的手沒有在零上 沒有看我 好 請說 空拍機 空拍機答對了 好 今天如果有看NBA明星賽的話 應該都 都有看到 但是很可惜 大家覺得今天他今年表現如何 灌籃大賽的部分 就跟他灌籃得到的分數一樣 那球幾分 我是有點忘記 那關了四次才關進吧 而且最後應該不是用空拍機吧 所以 最後是 第一球是 空拍機有成功 有成功 很久就是 第四次 跟Chris Anderson一樣 所以就是 就打了點折扣這樣 好 那準備下一題 一樣是NBA的喔 NBA冠籃大賽的冠軍是哪一位球員 請搶答 等一下 這樣子大家太客氣了 我們是搶答遊戲 大家都沒有要答的意思 好 好 坤哥請說 小狗 Graham Robinson 好答對了 好 剛剛製作人說了 如果搶答不認真的話 要扣一下通告費 這樣 這下要打架了 好 準備囉 第四題 好 NBA的三分球大賽的冠軍是哪一位球員 請搶答 好 肯尼哥有認 肯尼哥有認真 肯尼哥你認真耶 認真了 我剛剛領我自己把線拔掉了 再講一次 再講一次 I'm Eric Gordon 答對了 好的 那現在就是寶兒兩題 坤哥一題 肯尼哥一題 再一次請搶答 好寶兒請說 3月4號 是3月4號嗎 應該是3月4號吧 不太確定喔 三月第一個禮拜 第一個週末 禮拜六對沒錯啊 3月4號 沒錯吧 3月4號 答對了 果然是SBO教練 沒錯吧 雖然我不確定我可不可以去 但是我還滿關心的 感覺好像就是 門票拿到一半 還沒全部到手那個感覺 我跟你講寶兒已經把他們 本來訂的那個假期 3月4號飛機票全退了 原本有假期是不是 沒有在祭出的時候 其實我本來安排這禮拜 就可以出去玩 是認真的嗎 認真的嗎 沒有啦其實就是 沒有想這麼多啦 對於比賽沒有太多的想法 嗯好所以現在就是寶兒是第一名 所以等一下我們有關於NBA的話題 如果要開始討論的話 寶兒就有一分鐘的時間 可以來跟我們聊 那菁尼哥跟坤哥就有20秒的時間 兩位 要給他們20秒還是40秒時間 兩位第二名40秒時間 第二名 還是我可以各分20秒的他們 不行不行沒有辦法沒有辦法 我們可以平均講 如果講太少的話 一樣扣通告費這樣子 好啦我們今天熱騰騰 就是早上才剛結束的NBA明星賽 那今年明星賽其實在比賽的同時 你知道就蠻多場邊 不管是場邊球員的反應啊 或者是你知道那些名人堂級的球員 在場邊的反應都是摇頭啊 可能覺得有點無聊啊 或者是像觀眾朋友的反應也是 覺得好像沒有那麼刺激 在於今年的 好我們不管三分球大賽 或者是冠籃大賽 大家今年看完之後有什麼想法嗎 我們先從就寶兒開始好了 我們計時一分鐘時間 開始 對比賽的內容我覺得缺乏了激情跟對抗 我覺得就是在比賽裡面 你沒有防守 沒有身體對抗的情況下 我覺得比賽很難產生火花 就是變得 球賽變得很單調 就是純粹你是想要娛樂 還是你到底要比賽的勝負 那你知道內容 我覺得看不出他的內容 對抗內容 那球員沒有在身體對抗 那我覺得對比賽來說 球迷可能看一下你從頭到尾 你可能看第一分鐘 可能看48分鐘 感覺差不多 因為你看不出他們 那三分球 或者是冠籃大賽 難想的比賽 我覺得話題有餘 但是精彩度不足 對就是我覺得他們沒有 今年感覺都沒有準備好 尤其冠籃大賽 就是一開始大家期望很高 尤其是在去年看完兩個人的對決以後 今年我覺得話題性 十秒鐘 就沒有這麼好 對就是 而且他們失敗率太高了 所以你會變成中間不夠緊湊 所以我覺得這今年NBA明星賽 比較不好看最大的原因 好時間到來 坤哥40秒時間 請開始 今年NBA明星賽當然 失望的球迷很多 可是其實這幾年下來 其實去年的灌籃大賽的精彩度 跟他所有的創意把大家胃口都養大 那因為胃口大了 所以今年當然對於整個灌籃大賽 會有一點失望 不過其實NBA整個明星週末是三天 也就是五六日 所以基本上過去這十幾年來 這已經變成是一個 NBA的廟會跟大拜拜 球員也好 球迷也好 來到這個地方 其實很單純就是度假 大家看得開心 球場上有精彩的表現當然最好 但是如果缺少激情的話 反正大家就是來度假 所以影響應該不會太大 好 接下來 Han哥請說40秒時間 我不知道你們有看到最新的新聞 就是這個 Yanis Antetokounmpo 已經被NBA到以後都完全競賽 不准專家 All-Star Game 因為他打了一個火鍋 這個就是NBA 這個現在的明星賽 因為如果大家把它當作 一個比賽來看的話 大家一定會失望 因為它不是一個比賽 是一個表演而已 那而且它是一個非常沒有經過規劃 而且沒有內容的一個表演 所以大家會覺得這個東西 看了一次兩次的話 得了50分以後 大家就有點對它不滿意了 我覺得這是最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呢對NBA的明星賽 大家期待 不要認為它是一個比賽 大家都比較不會失望 好的 好 那剛才講到說 蓋了火鍋之後就被禁賽 那這樣子 對啊 反正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如果這樣回溯之前 其實在明星賽當中 大家還是都還滿認真防守的 對 例如說像大家印象最深刻 應該就是03年 明明就是Michael Jordan 最後一次參加全明星賽 結果那時候Shawn Marin 硬要防守他 硬要蓋他 對啊 應該這樣說 在03年到06年中間 在03年的時候那場比賽 他們總得290分 而且打Overtime 那可是後來呢 大概在一直到08年之前 他們的得分都在255分左右 嗯 可是在03年之前都在250分以下 是 你就知道那個防守的壓力 是越打越爛 越打越爛 然後一直到了最近這幾年 都到280 到今年到了300多分 這是總分的部分 對 所以你會發覺的確在 防守的企圖心 跟表演的心態來說 是越來越明顯 嗯 那比較慘的地方是 他不像哈林籃球隊 他是有一個 策略的規劃 是一個秀 是一個表演 那NBA就是全部都是個人秀 所以他沒有任何的規劃的情況之下 有的時候 表演者今天失場了 秀就不漂亮 就像灌籃大賽一樣 就像三分大賽一樣 這個還是一樣的比賽 規則還是一樣的 為什麼不精彩呢 很簡單的道理 因為表演者 水準以下的演出 而造成比賽不好看 那寶兒自己也參加過明星賽 你自己覺得呢 你自己在準備明星賽的時候 那時候自己的心態 其實就球員的心態 他會覺得明星賽就是一個 嘉年華 那會想說我私來明星賽就是 大家來同樂 可是我覺得在同樂的情況下 怎麼樣讓現場進場的觀眾 他看得很開心 如果你不認真打球 你沒有對抗的話 其實觀眾會越看越無趣 你一年這樣子 五年這樣 那你慢慢的 觀眾會越買票進場 觀看明星賽的意願 就會越來越低 所以像今年的話 整個明星賽 整個明星賽走下來的話 大家覺得哪一個環節 是大家覺得最有賣點 最好看的 哪一個部分又是 其實是今年最失敗的部分 其實你看 今天整個明星賽看下來 反而是技術挑戰賽 這種一對一的PK 他現場的氣氛蠻好的 張力蠻好的 另外就是三分球大賽 以往感覺會蠻單調的 三分球大賽 反而會帶來一些高潮 那灌籃大賽變成是 你要靠運氣 到底今天這些灌籃的選手 這些球員 到底狀況好不好 臨場的發揮 我覺得去年 完全設定不出來了 那根本沒辦法設計的橋段 就是兩人都有超水準的發揮 不要說兩人 其實有三個人都有超水準的發揮 所以我覺得整個明星賽看下來 就像剛剛Kenny講的 他是一個嘉年華蕙 他來到這邊就是一個秀 所以我們也不要用太嚴肅的方式去看他 可是 其實文化不同 我去採訪過幾屆的NBA明星賽 你看NBA明星賽 有場外的嘉年華蕙 有很多的Buffet 有好很多的商品 有很多的秀 有很多的餘性節目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三天兩夜或四天三夜 其實在整個NBA明星賽 你的享受 不只是看這幾場 我們看得到的秀 那其實回過頭來的話 因為我們畢竟 如果說我們在台灣 我們沒有到現場去的話 我們就是看轉播 那轉播剛剛保留 就有提到一點 但是就是說節奏 不夠緊湊這一點 所以在這個節目的安排上 或者是那個比賽的節奏上面 就是你覺得 例如說像今年的冠軍大賽 可能失敗率太高 這部分的話自己 我們國內呢 其實國內稍微是 你看就國內的明星賽 我覺得最好看 大家覺得 我覺得最熱鬧的 也是三門球大賽 因為基本上上一球大概 就是對於大家 每個參賽的選手來說 其實他們的實力差不多 大家每隊派出來都是射手 那反觀在灌完大賽 因為可能大家 畢竟東方人 我們可能彈跳能力 沒有這麼好 那每一隊可能會派出 就是他們最年輕的球員 那他們是不是有準備好 上這個嘉年華來比賽 那這個我覺得才是重點 但是等於年輕的球員 新秀要秀就是 要沉迷 就是靠這一次機會 也可以贏到 對 然後第一方面 球隊可能就說 那這樣如果你彈跳能力好 我給你一個舞台 讓你看你的心臟夠不夠大 對 可是我覺得在比賽之前 他們應該 譬如說你要真的要參加冠軍大賽 你應該真的要去準備好 可能你有幾招 你再去參加這個比賽 會好一點點 所以你的經驗之前 參加冠軍大賽的球員 他們會事先在 譬如說練球的時候 會先套一下招 練好幾招嗎 我覺得前幾 剛開始的時候 前幾年剛開始的時候是有 像你看田磊 在那時候冠軍 其實那些橋段 在之前其實都有討論過 在練球 你真的要參加這個比賽的時候 其實都會先討論過 對 再去參加比賽 對 這部分的話 所以其實 準備上面應該是 大家可能把它真的當成度假 所以沒有特別準備 我覺得運動 讓大家會去看它的原因 是一個不確定性 對 還有它刺激是因為 不確定才會刺激 那明星賽感覺 這個不確定性好像 不是非常的明確 所以你會發覺像這種 技術挑戰 而且還高對小 還對高 所以它會有一些不確定性 那然後三分球大賽會有不確定性 所以它會比較精彩 那然後 真正的比賽的過程當中 你不會覺得 他們這兩個球隊 唯一的不確定性大概就是 KM主任居然傳球給 Russell Westbrook 他們兩個我覺得 只要同時在場上的話 那一定會有這樣子的事情 對 而且隊友也很幫忙啊 互相起哄啊 然後就變成一個 一個新的話題 或者是像Steven Curry 他也知道這是一個秀 所以當對方要快攻的時候 他就直接趴在地板上 就是等於是 他們知道這是一個可以營造的秀 然後要給觀眾一些 好笑的梗這樣子 我覺得他趴在地上 讓我想起了 這個在70年代 有一個人叫做Pete Maravich 那Pete Maravich 他有厲害的地方是 他在大學的時候 平均大概得四十幾分 所以他有一場比賽 對到Oregon的時候 Oregon就一開局就打四 就四角落 當時沒有投籃限制時間 然後Pete Maravich 就是躺在場的正中間 就像 Step Curry這樣子一樣 所以他躺在場上的時候 我就想到 他是好像要 效仿 Pete Maravich 對 有點抗議對方得分太多了 所以其實就是變成 等於 就算我們新聞從業人員來講的話 那也變成是一個新聞的梗 才不會從頭到尾就只有 這邊灌籃這邊又回去 完全沒有防守 沒有任何對抗 對 所以今年的整個 NBA明星賽下來的話 大家覺得跟去年比起來 應該是算有點 有點 下滑嗎 熱鬧有餘 精采不足 但是基本上 他就是一場秀 對 而且我覺得比賽不是 大家不能把明星賽跟 NBA最強球員 趴上等 因為NBA明星賽很大的一塊是 它是一個 它是球迷投票 它是球迷投票 它是最受歡迎球員 而不是最厲害球員 所以 當時在投票的話題 我覺得要把比賽 還要精彩一點 就是 當時Jaja Petrullian 得票的時候 要遠超過 Demarcus Cousins的時候 他還生氣了 我覺得這也沒有什麼好生氣 就表示 Jaja比你受歡迎 這是唯一投票會證明的事情 沒有證明 Jaja比你帥 或比你漂亮 只能說他們全民動員的很厲害 球員比你多 對 球迷比你多 只是證明這件事而已 對 反而我們 接下來這一個話題 就變成說是 反而明星賽 結束的同時 也爆出了所謂交易的話題 對 就是Demarcus Cousins 他就 可以繼續待在醍醐了 就也不用移動了這個感覺 對啊 因為其實他家鄉是 Alabama Mobile 大概離 紐澳樑也沒有多遠 OK 開車大概兩三個小時就到了 是 所以對他來說 這也是他比較適應的地方 那在交易 我覺得這個的確是一個 Mega Blockbuster 就是指標性球員的一個交易 不過對國王隊來說 是送走指標性球員 可是對蹄虎來說 好像便宜是如此 對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討論交易的部分的話 就是大家如果對於交易 有什麼疑問 有什麼話 有什麼話想要跟我們的 就是來賓來討論的話 都可以call in 進來 call in是最快的喔 還可以跟寶爾講話這樣 對 關於交易這個部分呢 大家明星在看完有想到說 會國王隊會馬上 就是下這一招嗎 國王隊這樣子等於 其實我覺得在NBA市場 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不管 就是重點是 球隊他的想法是什麼 就是對於這個球 因為當初 call in是跟口口聲聲說 他不會被交易 但我覺得 好像在NBA沒有 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這樣看起來 因為他畢竟他是一個 生意 生意 他就是一個生意 那怎麼樣讓這筆生意 雙方都覺得他是 得到東西是最重要的 所以只要雙方覺得合理 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 不過他好像在場上的時候 應該就有收到消息 是不是 因為那時候感覺好像 表情看起來 所以他只打兩分鐘 對 他表情看起來好像就 其實他在比賽前 就有跟Steve Kerr教練講說 他今天不想打 所以呢 也不用打太長的時間 那很顯然大概 消息在賽前就有走漏 那其實我覺得 對國王隊來說 交易之後Demarcus Cousins 你仔細看他的名單好了 他其實有四個七尺的長人 他有Labasour 對 他有Papagiani 他有Coli Stein 他有Costa Kofos 這四個都七尺 對 所以七尺的長人中鋒來看 他看起來人員不缺 對 那另外呢 他有Rudy Gay 可是Rudy Gay已經受傷了 對 所以對今年來說 雖然他可能可以衝擊第八名 可是我覺得他已經要放在 第八名的位置 因為這個球隊 所以他在三分投射其實 只能算中段班以下的一支球隊 那他可能想尋找一些外圍的球員進來 像他交易過來的 Buddy Hill 還有他們還蠻熟悉 Tariq Evans 都是他們比較熟悉的 那我個人認為Langston Galloway 進來只是一個throw in 他會把他release掉 那他也丟了一個受傷的 這個Omar Caspi過去 所以也算是清掉了他的合約 然後讓這個商賓跟Demarcus Cousins一起走 這樣子的話比較起來的話 醍醐應該是因為他畢竟是 收到了一個指標性的球員 我覺得國王交易這個東西 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就是對Demarcus Cousins的不信任 以及他在他這個城市裡面 所得到的不受愛的這樣子一個狀況 因為他被交易走了以後 當地的媒體馬上就有call in show 百分之九十的觀眾說 謝謝你把他送走 因為他在Sacramento 他在Sacramento是不受歡迎 那另外呢 這個他們的總經理Vladen Diva 也一直在上個月才說 我們不會交易Demarcus Cousins 那Demarcus Cousins 我覺得他跟他的Agent 叫Jaron O'Connell 是我的朋友 他們已經開始數鈔票了 因為他要簽一個五六年的extension 大概在兩億美金左右的合約 所以這個兩億是他為什麼不願意走的原因 因為他走了以後 他明年的合約看起來會少七千多萬 所以他不願意走 可是我不太確定國王隊會不會願意 把這個兩億的這個薪資 五六年的這個狀況來交付給他 因為當地的球迷真的不喜歡他 不過這樣子 提湖目前這樣子送走了 等於三位球員跟兩支 就是2017的首輪跟四輪錢 那對於提湖來講的話 之後還需要有做任何一些補強 或者是接下來還會有什麼 比較重大性的其他隊的交易嗎 坤哥 坤哥 其實喔 這筆交易其實對國王隊來講 我可以確定的就是國王的老闆 不想送給Cousins今年夏天 五年2.19億美元的合約 那對提湖來講 我覺得提湖為什麼要全部說了 如果是我我也全部說了 對提湖來講他沒什麼好損失的 目前他在西區是排名第11 那他正中只有一個球星 Anthony Davis 而且看樣子 提湖要打進季後賽的機率並不大 雖然機會還在 可是國王你從天上送我一個大禮物 我為什麼不收 反正我全部說了 說這一把 搞不好今年我可以卡到西區第8的位置 所以儘管整個提湖隊後場出清了 今年的首輪圈跟二輪圈 他也全部都送走了 那每個隊都為他們的外線 他們的後場蠻擔心的 不用擔心 Jordan Farmer正在等電話 Mary Chambers也在等電話 所以其實對於整個提湖隊來講 他需要兩名自由求人後衛 不管是從發展聯盟找 還是從自由市場去挑 其實要補兩個替補進來 並不會太難 現在問題在於 Anthony Davis跟Cousins兩個人之間 你這兩名常人怎麼可以組織得更好 怎麼打出一個更好的體系 幫助提湖在剩下這20幾場球裡面 把他拉到西區第8這個位置 所以對國王來講 我覺得國王是跳樓大拍賣 反正他就是血崩了 準備死路一條完全重建 那對於提湖隊來講 我覺得這個賽季他們還有機會 那至於Cousins今年夏天 要不要留 夏天再說吧 我先拼到4月份 看能不能打競技 葛哥可以幫我們再聊一下說 還有沒有覺得 你覺得有可能會出現 大家比較意外的交易 或者是你目前有在討論的部分 其實幾個熱門的交易人選 我們來看一下尼克隊 Mano當然送出去的機率 接近於零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Karmel Anthony本身有交易否決權 所以呢 Mano會同意的一定是像騎士 快點 或者是薩爾迪克 這樣有爭冠實力的球隊 否則他不會同意 那目前看來 騎士跟快點沒有任何籌碼 那薩爾迪克還在等別人跳樓 尤其是Cousins目前還在等 公牛會不會跳樓 因為他想要Jimmy Butler 或者是想要六馬隊的Paul George 但是這是如意算盤 所以基本上在Mano身上 我覺得Mano走的機率並不高 這是第一個 另外一個比較核心的交點任務檔案 就是我們講的Jimmy Butler 目前公牛大概在東區排名第六 第七 他有沒有必要重建 有沒有必要跟著國王一起跳樓 我覺得這考驗公牛的管理階層 你怎麼看 而且如果你把Jimmy Butler送走 我相信今年夏天 未的大概他也不會留 你也留不住他 所以整個公牛隊我覺得 會因為你送走Jimmy Butler 整支球隊未來的方向 會充滿不確定性 所以今年還有機會打進季後賽情況底下 我認為Mano跟Jimmy Butler 這兩名球員走的機率並不大 Cutters可能是今年最爆炸性的交易 那Keyne哥這邊有什麼想法 幫我們做個交易的部分 幫我們再講一下說 你這邊還會有什麼預測的總結 我覺得第一醍醐 我覺得現在輸2.5場而已 我覺得他衝進季頭賽 現在百分之 我覺得勝率高了非常非常多 因為他本來就是一個 沒有得分內容的球隊 他本來只有三個人得分上莊為數 得分第二多的是Drew Holiday 他們控球後衛得16分 然後Terence Jones得11分 他送走的人其實在球隊裡面的得分 還算是初階段而已 那來了一個可以得28分的Demarcus Cousins 這是一個大補完 在聯盟裡面誰擋得住Demarcus Cousins 跟Anthony Davis 你只要想想就知道沒有人 只要擋不住這兩個人 還有Terence Jones搭配的Drew Holiday 我覺得在八九名十名中間球隊 像Denver Nuggets 拖荒者隊都擋不住他們 那另外呢公牛隊做Jimmy Butler交易 我覺得他會是一個 如果要交易的話 他會一連串交易 他不會停在Jimmy Butler而已 他會把Todd Gibson還有Meritage 甚至都交易出去 因為他們這兩個人 只有一年合約存在 他們今年合約到期 他們明天就留不住了 所以跟Boston交易 我覺得是有可能 可是他不會用Jimmy Butler過去 因為他們可以給的人不夠 他們不願意給First Round 他也不會給Isaiah 所以我不覺得這個Bowles 會笨到 就拿幾個替補球員進來 然後就換走Jimmy Butler 你要換這些人可以 我可以用Todd Gibson 跟Meritage跟你換 換誰呢 我可以跟你換 這個Kellio Lennox 或這個Tyrus Deller 換你的選秀權 這些我可以跟你交換 可是你要跟我換Jimmy Butler 我會找別人 因為現在Denver金塊隊很順 也願意換 Denver金塊隊 會把很不高興的 Kenneth Ferret 還有這個Emmanuel Moudier 包裝起來搭配一個射手 不管是Malik Beasley 要不然就是Jamelle Murray 搭配起來 送去這個Chicago 因為公牛隊需要的是三分射手 他們不需要像Boston可以給他的 他需要Denver可以給他的 那Denver他現在三分射手很多很多 他上次對到這個勇士 他發瘋了投進了24個三分球 可是他代表說他有很多的球員他可以使用 所以他可以有一個Jimmy Butler 他願意大拍賣給三個球員過去 換一個Jimmy Butler 跟Michael Carver Williams回來 所以其實 寶兒這邊 剛剛有提到說你覺得 反正交易都是有可能的 因為畢竟就是一個市場 他就是一個很現實的 因為我覺得對於球隊來說 他的未來的發展是怎麼樣 就是 就像踢虎 國王 國王他可能想要進入一個重建的狀況 所以他把他對中 他覺得就算你是最大 但是最大開的球星 但是你不受這個程式歡迎 那我就必須把你跳樓拍賣 所以我換來的是我未來的重建 那我覺得公牛 他的整個球隊的想法是什麼 才是最重要 他想要換的是 現在還是未來 對於這些球隊 要交易的球隊來說 他必須要有一個方向 才去做這個交易 我覺得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對其實不管是現在或未來 就是這些球隊在交易上面 不管是怎麼換 重點都是要進入季後賽 對 所以我們就回到國內的部分 我們現在也是 其實我很好奇 以寶兒作為球員的身份 是 因為台灣當然沒有很好的交易制度 但是我很好奇 作為球員如果你被交易了 你的心情是怎麼樣 基本上我覺得如果在台灣 第一個 球員會想說我交易到 第一個球隊我 到這個球隊我到底可不可以打球 我覺得第一個 有沒有空間 第二個是這個球隊的環境 福利好不好 因為畢竟台灣的球隊 還是有一點點差距 就是 也還是有大小球隊 講的好含蓄喔 當然的就是有 資源比較好跟資源不好 對那有些球隊有自己的體育館 那有自己的宿舍 那有些球隊就沒有 所以第一個我如果是球員的話 我會想說我今天被交易到那個球隊的環境 或者是我在那邊的發展空間 是不是我想要 如果 如果這東西都符合我的話 我覺得被交易當然沒有問題 那如果不是的話 那當然心情難免會受創 難免一定的 不過因為國內的市場比你比較小 我們畢竟就只有棋隊 所以再怎麼交易來交易去 感覺好像大家應該這個環境也都是熟悉的啦 當然 那基本上 因為台灣球隊基本上 目前還都在北部嘛 所以基本上不會太大的差距 對那我們剛剛就講到說 不管怎麼交易 大家都是要為了季候賽門票嘛 那保安現在就正 球隊就正在為了季候賽門票而努力 接下來幫我們談一下 跟台營的部分好嗎 就是其實這幾場對上台營 前面打的還算蠻糾結 不過好像打的是算順手的 那後面這幾場越來越關鍵 你們就剩下兩場比賽 對那你們只要再贏一場 或者是台營再輸一場 基本上你們就是穩進季候賽了 就談一下目前的狀況 基本上就目前的狀況 當然看起來我們好像有 稍微佔台營一點優勢 但是我覺得 我還是希望就是 就是球隊的能夠靠自己的努力 把球賽贏下來 靠自己 就是我一直跟球員講說 我不希望你們是每天 希望別人贏球或別人輸球 讓自己進入球賽 你應該是想說只要我贏球 靠著自己你想著贏球 來幫助自己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那當然球是圓的 你最後兩場球 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目前我們只能 經經夜夜去做好 每一天該做的事情 那我也是告訴我的球員這樣子 對 這部分的話 坤哥跟憲哥都有在播球 我跟你講這個部分我還蠻好奇的 保安你們 經久過去這三四個禮拜 我感覺上你們戰力有所提升 你自己的感覺呢 其實 我覺得有 因為第一個我覺得從季初打到現在 第一個我覺得球員跟 跟U君的配合本土整個磨合慢慢的越來越好 因為當然一開始球員 過度的依賴U君的單打 我覺得讓自己整個本土 忘了自己原本會的東西 那我覺得慢慢的他們懂得利用U君的優勢 來幫助自己得分 我覺得這是他們到打到現在寂寞的時候 整個球隊產生出來的不一樣的變化 對我覺得本土球員他慢慢了解一些事情 坤哥在播球的時候應該有觀察到這一點 當然 我覺得我也蠻好奇就是 保安就是 在調度方面 你現在看一下打氣球賽之前的調度 我看你在這個球員使用 好像縮減了很多人上場的時間 變得比較保守 李嘉慶這些都已經上不了場 過去機場比賽了 是不是蓄意的你會讓某些球員的上場時間增加 那另外還有陳靜寬回來 是不是對你球隊的攻擊成功率效率增加 是不是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基本上第一個 林立仁他是因為前兩個禮拜他又受傷 所以他才上場時間縮短 那阿環當然對這個球隊很重要 不管他上場的時間 因為他本來就是目前 球隊應該算是一個精神的領袖 對 他可不可以在球場上 其實對整個球員在球場上的安定 不管場上場下其實會起了很大的化學作用 他可以去帶領他們球員的 不管在精神方面球技上面 他都會一直去做一個老大哥的 該做的事情 所以其實他在的話 其實我還蠻放心 把他可以正確的帶領他們球員去做一些事情 如果大家對於金九跟台銀的這個部分 有什麼問題想要問保的話 大家真的要把握機會趕快call in 進來 就是趕快留言或call in 進來 我要觀察另外一個事情就是 就是這幾場比賽打下來Eugene Phelps 開始有更多的全場攻擊機會 是不是你有特意的要他籃板以後就直接往前運 不要太去Outlet就直接往裡面 往前面先運過去 還是Outlet可以先傳給Eugene 讓他到裡面去打 其實我覺得後來 其實我們從比賽中去觀察 其實當他從後場運到全場的時候 在對方的防守佈陣還沒有好的時候 其實他的威力是最好 破壞力最大 對 你反而讓他在半場 大家佈陣好去守他 讓他在那邊單打 其實我覺得對他來說 第一個他很累 然後第二個他得分效率變得不高 反而在他在移動中的進攻其實是 是最大的 所以我希望說當他從後場推進的時候 我希望本土全員也可以去幫他製造這個 不管是 因為通常以前Picano的想法 大家都是從大的來當小的 其實我現在反過來就想說 我覺得讓小的去當大的 因為UGIN他是有代球能力的一個球員 所以我覺得換一個的思維 讓他去做這些突破 其實順便 如果當他突破的時候 製造人家的血防 也可以幫本土製造更多的空檔來進攻 其實是反而是我更想要的東西 那寶可可以再幫我們談一下 例如說像之前對上場運的時候 打Naval跟現在打LN的方式 就是你應該也有做一些調整吧 因為基本上Naval跟李恩 是兩個非常不一樣典型的球員 那Naval是一個外線非常準的球員 那他唯一的確認 就可能他跑動的能力不是這麼強 那李恩方面他的跑動能力很強 但是他的得分武器稍微少一點 所以你在這上面 你就會變成守他們兩個的東西不一樣 因為但李恩擅長的是他的籃板 他的拖車 他的鞋房 這是他的會的東西 所以當然在對待這上面 你必須要兩套不一樣 你對到Naval的時候 你必須要守住 就是你要必須貼 不能讓他去做投籃動作 那你守到李恩的話 就是重點是你要卡位 讓他減少他在籃下拿到球 讓他遠離籃框 這是我們必須要去做的 所以談到遠離籃框這個部分 好像你們最近幾場在遇到達欣的布拉的時候 這部分好像也是做得蠻不錯的 就是我們看到是這三場對上達欣 其實拿下了兩場 對然後有一場算輸球 但是其實也才輸兩分而已 就在這部分對上洋將 其實真的不同類型的洋將都還蠻有招出的 教練一定要幫我們分享一下 沒有其實對到布拉其實就是 因為剛好是SBO一個最高的洋將陣 對到最小的洋將 當然這就是要展現出他們各個的專長 那我最小的洋將當然你在速度上面就是要 時間要去換取空間 那就是第一個我們的想法 就是你跟布拉你就是 好他可以在籃下得兩分 那當他得完兩分的話 我要用最快的時間得兩分 就是我們只能用這個很簡單的東西去算 那我們就是希望這樣子 第一個 脫垮布拉的體力 那我不知道有沒有脫垮 那我覺得目前看起來效果感覺還不錯 那好像也很多球隊也願意去做這樣的事情 對 好 喂喂喂 喂 請問有什麼問題要問誰 我要問楊哲宜 要問寶兒 請說 我想問說 你們的控球後衛 我昨天看 呃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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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韋翰 那個什麼 老將叫什麼 突然忘記 老將 大餅 李炳紅嗎 炳紅嗎 還是林韋翰 韋翰 林韋翰 打得很累 幾乎打全場了 那 他很累 那 那其他人如何 替不下來 分擔他的體力 嗯 一年 這兩年 紀後賽 就怕尾翰太累就對了 分擔不出他的體力來 嗯 謝謝 好 OK 謝謝你 好像就跟剛才 肯定哥所提到的這點一樣 就是 調度上面 航路人員開始變保守 可能是因為 越來越接近 就是 要爭取紀後賽門票的關係嗎 第一個 當然跟這個 這方面當然是 有關於到很大 因為第一個 除了 球隊除了 尾翰以外 沒有 還有學籤 那 其他的球員 其實他們都不是很專職的 一號控球 那當然在這方面 每一場比賽可能 因為畢竟我們 我們是在後半段 追趕的球隊 所以 我們在這上面 可能會稍微保守一點點 那我當然知道 尾翰剛回來他有一點傷勢 那他自己也 他自己也跟我講說 他其實他很想要幫助球隊 在這方面 所以我有一支去跟他 我有跟他講說 大家如果有 情況上有任何狀況 我會馬上去調節他的狀況 那 其實在這上面 其實我有一支去詢問他的狀況 所以其實這個教練也很兩難 因為球員其實自己如果真的很想拚的話 那教練如果太過於保守 也會怕影響到一些戰力上面的問題 會都覺得 這當然會 這個部分 當然今天楊哲宜來了 我們很多聊金球 我來講講台銀 其實台銀在過去兩年的季後賽 他們打得很有張力 很有韌性 今天不是要幫台銀講什麼話 這是事實 大家都看到了 那台銀以往在關鍵的時刻 你會發現 他們的嫩性跟想要贏球的決心 都會發揮出來 最近陳順祥 上位複製之後 他慢慢回來了 另外張柏勝跟李維哲的外線不錯 范思恩也能扛 所以其實 剩下這一週的比賽 我覺得會非常的精彩 所有的球迷 真的要去仔細觀察一下 不管是金球的卡位 還是台銀的卡位 尤其是目前靠的就是氣勢 我們待會兒再請楊寶兒聊聊 怎麼去維持一支球隊的氣勢 以目前台銀沒有退路的情況之下 他們真的還是有反彈的能力 我覺得每一次面對他的對手 都不能夠無視 就是季賽的後段 後面其實他們打起來 都特別有張力 對 更難纏 因為台銀其實本來就是那種 就是韌性很強的那種球隊 他並不是說真的 球員的條件每個都很出色還是什麼 但是他們的韌性倒是 我覺得台銀的起伏有點太霸了 因為他們的本土的 他們的本土球員起伏大 那他們的洋將沒有得分能力 所以他不像金球這樣子 我的本土球員撐不住的時候 起伏大的時候 我的洋將可以跳出來得個40分 那Liam是大概只有20分左右的一個洋將 所以他的本土球員的得分 比例一定得高 那今天他張博勝好的時候得個20幾 不好的時候得個56分 那這個就是他贏球輸球很大的關鍵 他的得分的數字夠不夠 那當然這是一個封起來 可以一截投進6、7個7、8個3分球的球隊 不能輕忽這個球隊 可是同樣的問題就是在 他不好的時候 他可能11次出手投進2個 11次出手投進0個 那這個就是他本土球員 必須要擔負其的責任 這個反觀金球這邊好了 我覺得在最近這幾場比賽裡面 攻擊的穩定性反而是比較足夠 特別是Eugen Casio這種 全場攻擊的這種動作的時候 他大概一場比賽就是大概在 27、8分、32分左右起跳 那跟台贏的狀況 那是有一點落差的我覺得 那我覺得當然啦 這個週末的比賽 他們直接要碰到台贏 我覺得這場比賽是最關鍵的 而且寶兒我剛剛聽到你的意思 要說你想靠著你自己的力量 拿到今年的季後賽門票 我覺得應該就是壓在這場比賽 當然因為我這禮拜的第一場比賽 就是對到台贏 那當然我覺得 所有球員我勢必請朝而出 去評斬 不管前一場比賽台贏 他對到台幣的狀況是如何 我都全力去準備這場比賽 好我們再結一頭call in 請說 喂 喂請說 是 我是講 請問 坤哥 好請說 你要問坤哥什麼 像那個 像那個 寶兒教練應該是 SBL 他們第一個使用非中鋒的強將 嗯 然後那 我想請問說 那如果 因為現在中華隊在找的 新的規劃人選 大概 看到他 2108至少為止 那 那如果 像現在中華隊適不適合 也使用像 UGEN FELL 這類的 規劃 就原來 好的 你想要問一下現場來賓 好 謝謝 那我們來 聽聽來賓的回答 謝謝你 他們就說因為 你們的洋將算是非傳統的 所以我們都盡量找進去型的 你們算是就比較小職的 那覺得我們在接下來的規劃上面的洋將的話 是不是也可以傾向尋找像 我的看法是這樣 當然在規劃球員的部分 在亞洲我們需要的是內線的長人 那UGEN當然是不錯 他平均29.5分 15個籃板左右 所以基本上在SBL舞台上是OK的 可是在國際賽他的防守 對不起 身高上面可能還是會稍微吃虧 沒有辦法比我們在跟 不管是東亞西亞的一些 進去上面的差異 我認為其實中華隊在亞洲 我們想要打好其實最重要 我們為什麼要找規劃球員 重點是什麼 因為我們的內線真的不足 我們的籃板 其實我們在整個亞洲 我們的後衛我們的封線其實 不差 都是很好的 對 可是我們往往就是輸在我們的內線 那所以基本上 我們想要找一個封線型的亞洲 對我們來說 現階段可能會 會 稍微有點 不是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東西 我覺得可能要 所以身高上面可能還是 我覺得球員上場的時間 會有排擠效應 第一 就是說 如果你規劃UGEN PHELPS 他必然在國際賽要打三號位 他打三號位的話 你是要誰下來呢 我們國內還有一些還不錯的 二三號球員 那反而在四五號球員 我覺得我們是最不足夠的 而且我們在籃板跟進區的方式 是最不夠的 因為你看西亞 你不要看東亞 你看一些東亞球隊好了 他們中鋒動輒220公分 哈德亞里一上來 我們就沒有人擋 那你有一個人可以擋 哈德亞里其實跟伊朗 我們搞不好還有一點機會 多大點 那你上去你可以跟韓國有一個 韓國動輒上來也是209、210 那我們有一個中鋒跟他們可以 競爭的話 那我們其他球員不一定會輸 那第一個就是說 你有一個小號的洋將歸順的話 那你會排擠到我們自己 比較小號的球員 那這是我們比較強的地方 我們比較弱的地方 我們比較弱的地方是我們 不夠的是我們中鋒 那我們不歸順一個中鋒的話 對我們說來的確是不理想的 那當然我們可以歸順一個 個子小一點的中鋒 可是畢竟他在進區還要擋得住 藍板要抓得到 為優先 那如果他的速度跟彈跳跟爆發力 可以得到比較多的分數 那都是加分的 對還是像是要4、5號的球員 那像Q這種靈活度高 還有一件事我覺得非常重要 就是其實你去看中華隊 中華隊的4、5號年紀 其實阿鼎 年紀都 都已經偏大了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可能是 我們目前要規劃楊將的首選 因為你說後面替補 就是後面新生態上來的中鋒 可能還 小號中鋒 對你都目前都還沒有像阿鼎 他們的球技到一個 或者是太年輕 對還不夠這麼成熟 只有博程稍微 可是博程是屬於一個小號的中鋒 他真的遇到整個西亞的中鋒 他真的會變得太小 所以我覺得規劃我們還是首選 我覺得我們有一個希望吧 就是像TJ這樣子的人可以打 因為他畢竟他有205、206 那他也有身體的厚度 那也許在高中這幾個204的 像譚傑龍 像吳佩佳 他們如果出得來的話 那對我們的中鋒絕對是幫助 那可是以現在看起來 以現在SBL檯面上的中鋒 你把吳戴豪拿掉以後 全部都是小中鋒 全部都是在200公分 而且算戴豪他其實也不算年輕的球員 戴豪也不年輕 戴豪也不年輕了 所以你把SBL國內的本土中鋒拿掉以後 全部都是200 那到了國外的國際比賽 你大概只能打到三號四號 最多最多四號 其實目前對中華隊整體的規劃的需求來看 我們這名規劃的場人 第一個他身高一定要在205公分以上 另外在整個得分方面 他要有20分以上的能力 你不能只是防守跟抓籃板 中華隊除了需要捍衛進軍跟籃板 防守之外 最重要是他在內線要有牽制力 能夠得分 所以其實合適的洋將並不多 身高在206以上 內線還有足夠的得分能力 防守跟籃板運動能力 也要相當好 所以當然 有進很棒 可是我覺得他並不適合中華隊 中華隊以來要規劃 還是要在205公分以上的場 而且得分能力一定要更全面 越全面當然是越好 所以規劃洋將其實跟各隊在尋找洋將的這個角度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我們回過頭回到SBL的場上來講的話 請 有個觀眾call in進來他會問說 金九在這幾年找洋將 像今年的菲爾普斯 就是一直在用菲爾普斯 可是不像其他隊友想要壞人 然後他們滿認同金九在找洋將這方面 所以想要問一下金九在找洋將有什麼特別嗎 好我們有觀眾call in進來想要問一下 有關於金九今年這季找洋將這個部分 可能不像其他隊找來之後還有測試跟調整的那個空間 就是金九今年找的策略 基本上我在整個找洋將其實第一個 我希望我的洋將活動力很強 然後當然你所有的數據 他來當然我知道UGIN是第一年他來台灣打球 那他也是他第一年來亞洲打球 所以他必須要去了解整個亞洲的球 這整個台灣打球的方式 那我覺得在季初雖然我們的戰績不是很好 但是他是一個非常認真 他在球場上認真他的態度其實是 我很想要 他可以去感染我球隊的那些年輕的球員 不管在練球也好比賽也好 他的拼勁 我覺得都是讓這些年輕球員 可以看到一個學習的目標 我覺得所以我覺得 當然你說這個球隊他要變得越來越好 需要時間 可是你要讓這些球員有一個學習的目標 跟榜樣可以去學習 因為你看一個洋將他從美國來 來這邊 他是用他的態度 他用打球的態度在打球 我覺得會感染這些年輕的球員 我覺得有很多地方可以觀察到 菲伯斯大概什麼樣子的球員 就是說 你會看到在熱身的時候 很多洋將是不跟自己的球隊熱身 對 他們在球隊在跑籃 他在旁邊自己在那邊Stretch 可是UG不但跟球隊一起熱身 他帶一個面具在那邊熱身 我覺得你就知道他對自我的要求 應該是有一定的標準在 因為他想好可能他想更好 才會有一些輔助的東西 那可不可以配合球隊 可不可以有這種自我要求 我覺得是重要的 對所以找洋將這個部分 態度的部分 真的是要好好的使用跟調查一下 對因為其實 當然知道就是金球支援 他不是一個最好的球隊 所以我覺得在洋將的選擇上面 其實我非常就是 我希望能就 找一個態度 對我來說可能很重要 就是我可能目前 我沒有辦法去找一個像 4、5號很好的 像布拉那種很高大的 對很大的 當然第一個支援的問題嘛 球隊會有一些預算上面的問題 對 所以我覺得 所以我會退而求其次 去尋找不要這麼大的洋將 但是他的配合度真的要很高 好那我們回過頭來 就講到剛才布拉的部分 大家都很好奇 想說布拉真的有那麼難熟嗎 他真的有那麼難纏嗎 好這部分我們要開始計時了 那我們一樣先請保兒 先幫我們講好 因為對於達新的部分 看來是蠻有心得的 那我們給一分鐘時間 來幫我們就是這個話題做一個總結 好請說 因為其實 因為應該說布拉應該是 目前SBO這幾年來 其實我覺得是 應該算是最 所以最不好的手球員 第一個他高 第二個他很重 第三個他很聰明 他是一個聰明的球員 他並不是一個很單一的功能的球員 所以其實在對付他 其實你要想很多的辦法 對付他想很多的辦法 所以你只有兩種方式 一個你要讓他很累 第二個你就是讓他得分得得很累 得到他沒有力了 就是你只能用這種方式去 那第三個就是你要靠很多人的力量去守他 就是我們目前唯一可以做大概就是這幾個方式 那這幾場是用拿幾種方式 你是覺得最成功是可以繼續幫我們分享什麼 基本上我覺得 原本上我們 當然會有一些變化 那第一個就是 時間換取空間 還有十秒 就是拖垮他的體力 這是我覺得應該是每個隊都會 想要去做 因為畢竟他夠高 他的靈活性真的沒有這麼好 唯一能就是讓布拉累 好 OK 坤哥40秒時間 謝謝 今年富邦打敗 達星的那場比賽我正好撥到了 整個賽季 我唯一看到把布拉的防守 跟退防速度的漏洞跟罩門打出來 只有富邦完成那一次 在整個下半場 富邦快速的攻防轉換 至少有六次 富邦已經進攻上籃得分了 投籃得分了 布拉才回到中線左右的附近 所以其實布拉真的很難守 可是並非無解 你只要在攻防轉換的節奏上 拿捏得更好 加快整個攻防轉換的速度 那麼來拖垮布拉 讓他在防守端更疲累 讓他在進攻端的壓力更大 我相信布拉這個點並非無解 雖然他真的非常難防守 好 坤哥40秒時間 在今年達星輸的8場比賽裡面 得分低於80分的一場 低於85分三場 其他全部都比85分要高 還有超過100分的 意思就是說節奏一快 布拉回防速度有問題 第二呢 在他達星贏的20場比賽裡面 他讓對手得分低於80分的 有13場 高於90分的 低於90分的 有7場 意思就是說呢 達星如果要贏球的話呢 對手的得分又低 這代表什麼呢 節奏一定要快 節奏不快 無法擊敗布拉 甚至富邦這場比賽呢 布拉在上去灌籃的時候有個壞習慣 他喜歡掉在籃框上大概差一秒半秒的時間 他一掉籃框的時候 對方的中鋒已經跑到半場去了 所以這是為什麼富邦那場比賽 可以控制100分以上 就是布拉在灌籃的時候 對方兩將在籃框下準備得分 好 所以就是目前布拉這個地方的話 用速度想辦法拓寬他的速度 這是他最大的招門 我看起來是如此 因為數字跟我們講的是這樣子 就是說達星要輸球的話 對手的得分通常都是高的 那達星贏球的時候 對手的得分通常都是低的 好 意思就是布拉在禁區 他可以造成你投籃命中率降低的可能性太高了 除非你去打他的時候他不再防守 要不然就是投三分 你沒有這兩樣東西 你很難跟達星競爭 對 其實布拉不只是各隊球員或教練的一個 就是難題 對於裁判老師來講也是一個難題 因為我們真的沒有遇過那麼大隻的 就是洋將來到我們SBO 所以那等一下我們今天的裁判老師 要由我們寶兒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嗯 當然 對我們先請到就是 我的大學同學張呂岳 好 你請布拉老師進來 椅子 這一張 好老師 這邊 好 不用自己搬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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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大家好 再進來一點 OK 好 特別有寶兒來介紹是因為是 有同學的身份 對 但是 旅月以後不能吹金酒的比賽 OK啊 沒問題 自動名單排開這樣 老師那今天要來幫我們 解說的是有關於在籃框上面 我們要先講布拉還是要先講 我們可以先談一下布拉 布拉 因為 很 對我們來講其實我們 我們沒有看過 我們不會遇到這麼大隻的一個中鋒球員 對 那就像 大宗教練講的就是說 他阿Q一些動作就是說 我們很多球員在守布拉的時候 他可能是兩隻手去撐著他 撐著他 那一般來講我們在做低位對抗的時候 我們比較允許就是你單手的支撐去撐住 用身體的力量去做支撐 去做身體的一個對抗 這是OK的 但是 往往因為他真的很大一隻 所以他可能像比如說 周博成手他可能都是兩隻手 對 那其實 邱大宗教練其實 常常我們聽到阿Q的部分就是說 這個動作是不是合法 對 這個動作是不是合法 其實嚴格來講 這個動作如果我們以兩隻手來講去撐的話 其實這個已經構成hand check的動作了 確實是不合法 確實是不合法 但是因為 在這樣對抗的時候呢 因為布拉很大隻 他在做這樣的動作 兩隻手撐著的時候 其實 他讓我們看到是一個靜態的動作 對 兩個互相看 對 他就看一個人拿著球 然後一個人撐在那邊 然後可能這時候裁判吹一個B犯規 好像怪怪的 對 因為通常 外國人就是以老外來講 他們不太會說 做這些動作去擺脫啊或什麼 說實在他另外一個動作 他就是直接進去了 那進去之後 說實在這個已經擺脫了 我們不可能說 再去吹前面的犯規 因為說實在布拉雜進去 跳進去 他墊不進去 那大概都死期了 不是被犯規就是 大概都灌籃了啦 都是灌籃 對 好 那我們接下來 老師今天要繼續 要幫我們講到有關於 籃框上面的球 後方之後 老師先幫我們解釋一下好了 好 就是有關於相關的規則 go tending其實很簡單 原則上 規則上 31條告訴我們說 如果有興趣的觀眾 可以去看規則31條 球 只要在最高點 開始落下 跟球 投籃的動作 觸碰到籃板 這個球是不可以被碰的 不允許被碰的 碰的話這個球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 go tending 就是干擾 就是 縱籃啦 就是要 防漢縱籃 防漢縱籃 就是必須要算兩分 對 但什麼時候可以碰呢 在FIPA規定裡面 欸 防漢縱籃有兩個狀況 是被 就是結束他的限制的 第一個就是球碰籃框 籃圈 只要碰籃圈之後呢 誰都可以碰 不管球是往上或往下 大家都可以打掉 還有一個狀況就是 如果這個投籃呢 很明顯他頭就是一個 elbow 他不會進了 他這個很明顯不會進了 但他球已經下墜 可是這球我撥到了 這個也不構成防漢縱籃 因為他已經不會 明顯不縱籃 就這兩個狀況 對 這兩個狀況是這樣 欸太好了 我覺得我們有道具 道具就要好好的利用一下 對對對 所以我們剛好也有球 老師可以直接 好最近因為我們常在SBO的 比賽上面看到 就是OB 很常波動籃框上面的球 好如果 這樣可以嗎 看得到 可以可以可以 球在最高點 投完球之後 最高點到這個落下的 這一段時間 球是不可以被touch的 只要touch就是 方向重籃 球如果打到板之後 打到板之後 離開板 碰到板之後呢 你去打到他 這個球都是方向重籃 那兩個狀況可以 就是剛說第一個 球碰到籃圈 就結束了 誰都可以打 誰都可以打 只要你夠高 你夠快 你就在這邊等著 就像OBIN 罰球最喜歡 只要一頭籃碰到框 他就在下面等 等完他看到不行他就摸掉 對這是好球 這沒有問題的 就是沒有讓球 有碰到籃圈之後 又彈進去的機會 對只要碰到籃圈 不管他是黏在上面 只要他的這個 重點就是這個球體 這個球體的 沒有進到籃圈的 這個水平面 這個水平面 只要進去這個水平面 對不起不可以碰 但是如果彈在水平面上方呢 可以 我們最大的爭議就是 碰完之後 在這邊下墜 他明明可以得分對不對 被撥掉 但被撥掉 好球 沒有問題 這樣NBA不行 可是如果是打到籃框以後 不是去撥到球 你是碰到籃框 好 這個就是講到另外一個 這個叫做干擾球 對 就是只要他碰在這邊的時候 所以你看 其實現在外圓他們就是 我們這些洋將都很聰明 他不會去打框打板 因為黏在上面 只要你去打影響重籃 這個就是干擾球 這個很明確 所以 籃框也是一部分嗎 籃框也是一部分 所以你不然拉籃框也都算 不行 影響到他球進這個球 都是會被判干擾球 這是不同概念的東西 不同的判例 對 那到底拜他一球 好我們有一球 這個就是我們之前提的 這個球是不是已經進了 對 對 欸 這個角度 這個 這個球有點像是 OB撥到之後 他撥到之後 球彈在這個角度進來 彈走 有一點點有沒有 他撥到彈進來之後彈走 所以我覺得很接近啦 很接近啦 其實我們可以 很接近 其實以你的角度來看 你看到這個球是有 有進這個籃框裡面 還是看得到看不到 其實他在撥的時候 應該還沒有進去 我看我是覺得 我個人覺得還沒有 那你們覺得呢 這個角度看 我也覺得還沒有 對 應該是還沒有 其實他撥到上圓之後 球進去 寶人呢寶人覺得 其實我剛才聽完呂岳講 我這樣看我覺得沒有 就是我這樣子看 我覺得沒有 那等於是他的球體的下方 還沒有進到那個水平面 就是這個水平面沒進去 這個水平面還沒進去 因為這個角度看起來有 但實際上應該 因為我們這是由下往上拍 對對對 其實這個角度 其實看得也 並不是太清楚對不對 對 其實就說 因為你看到的是 五十五十啊 下面的圈圈的那個空間 對 這個球到底下方有沒有 進到這個圈圈以內 你真的很難拍 所以Kenny哥說這個 其實我覺得五十五十啊 這真的是 這個 不過以你的角度來看 如果你是站在場上的話 以下往上看的話 你絕對看不到吧 我不會吹 以我的角度我應該不會吹 因為第一個 裁判的視角又是由下往上 對 所以其實這個球應該看起來 會更不清楚 會更不清楚 因為有一個情況 你剛剛講碰板 碰板 我那次講球碰到一個球 碰板 他擦了板之後 球還在往上 還沒到這裡 結果被撥掉了 等一下 再幫我們示範一次好不好 來 我碰到一個球就是 上籃 因為正式的籃板在這裡 我碰到籃板之後 他球還在往上升 還沒到這裡 球被蓋掉 蓋掉 這我球算不算夠 OK 這個球翻不翻的上來 是一個考量 我覺得上得去 但是球還在上升 可是在籃框下緣 不管他碰到板 碰到板就是 即使球還在往上下 除非很明顯這個球是由下往上 彈開那一種 很用力那種 彈在下緣 不然球還在往上 即使他在籃框底下 碰到板上去 也不能夠碰 不可以 他只要碰完板之後 就不能接觸 除非很明顯那種 就是落差很大 你的意思很明顯應該是 打到板也要往這邊飛了 對 就說已經是超過籃框的這個角度 對 很明顯他不中籃 的狀況 那種狀況 就不影響到這個 所以即使球還沒有到籃框的水平上緣 還在 插了板還在往上 也可以把它蓋掉 可是其實我們的籃 那個角度 其實那個籃 我們一般籃板那個位置 沒有差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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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說這麼多 然後從這邊打到 他通常在 插到這一個角度的時候 其實他都大概 他還有機會 籃板的下緣越來越多 對 旋轉其實是轉得進去 對 這種球的時候 我想大部分都是上籃的動作 對 上籃這球比較輕 大概都有機會進 你說投籃投這麼低 我覺得那個就機會小很多了 對對對 有觀眾會說 反愛投籃可以挑戰嗎 可以挑戰嗎 可以挑戰嗎 但是沒辦法回復 可以挑戰 但是你不能回復 譬如說已經 球賽繼續進行 你挑戰剛剛那球 就算你挑戰成功 分數是不算的 但如果當下剛好有球發生 對可以改 可以改 就是 死球還可以更正的數字 現在就是說如果 如果 法案中來的部分 法案中來的部分 如果說 發生了 裁判名哨了 死球 停球了 這個球是可以挑戰 挑戰 而且在這個點上是可以改 可以改 近不近 因為看replay就知道了 是 但是如果裁判沒吹 沒吹 發球繼續 下一個round 然後死球了 你說我要回頭挑戰這個 可不可以挑戰 OK可以 但挑戰完的結果 因為已經發生了 就不能再弄更改 對 所以基本上這時候教練 就不會把挑戰的機會 用在這個地方了吧 其實會 其實因為我們在高雄 隊到台北連場比賽 結果發生的狀況 因為其實 他這個球是 我們認為夠練 可是他打掉以後 因為沒有死球 沒有死球他直接過來 過來我們犯規的 同時間我去 因為犯規那是死球 可是對方也沒有得分 的情況下 我去做了這個 對 可是我們挑戰成功 可是並沒有改判 對 我知道那一個球 如果挑戰成功是go tending 分數就算 如果是死球 死球 死球 又是算 如果 不是go tending的話 就是跳球嗎 就是alternate position 就是 如果說裁判吹了對不對 裁判吹了go tending 對 算兩邊結果後來不是go tending 不是go tending 挑戰成功 挑戰成功 那就是跳球 對 跳球就是交往勾手位置 就看箭頭 哪一邊的話 因為沒有人掌控球 對 沒有人掌控球 就是看箭頭的輪替 對 好 好最後我們 再來接受觀眾的一個提問 他問說 為什麼不會讓破萌 還有蘇一靜同時上場 這就是 其實我有嘗試過這個東西 其實我在練球的時候 所以真的是有刻意 不要讓他們同時上場 其實沒有 因為第一個 UGIN在四號位置 其實他打得很出色 他也很勝任這個位置 那變成碰碰跟一靜 他會隨著對方的本土的全 我去做一個比較靈活的運用 當對方可能有外線的時候 我讓一靜上去 然後可能是 需要碰碰去扛 我來的時候我就會換 那其實這也是在我可能後面做戰 我會有可能比較靈活的調度 因為UGIN的時候可以打到三號 那可能是在 可能是肌肉賽 這也可能是我的武器 這麼快 這麼快就被 那又問到重點 對 搞不好我肌肉賽 我有可能讓UGIN打到三號 讓他們兩個人去變成這樣 那其實這都是不一定 這有在本來我想要的 作戰的方式裡面 當然我會考慮 所以是 我嚴重懷疑 這是一直想要上場的蘇一靜 摳一靜 他希望教練要多用它 他打四號讓UGIN打三號 看一下留言這樣 還是他想打三號 那是你學長打來的 換你用這一招 先問你為什麼不用 還是他想要我用這招 鳥總很厲害 這是台銀的臥底這樣 有一集的節目 昆哥曾經在節目出過 他很欣賞楊教練保安 其實他不像其他的教練 大概有花很多很多時間 在那邊看 跟其裁判抗議他 昆哥可以再講一下 就是之前提過 好吧 其實喔 這幾年播Xperia比賽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 大半場的時間 如果兩隊的教練 一直在提醒裁判 我覺得你應該專心指教 不是在提醒裁判 今年祭出的第三個禮拜 我就播了一場這樣的比賽 哇 我都快瘋了 老師應該也錯過不少場 我覺得那是一個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糟糕的文化 因為你應該專心指教 不要一直去提醒裁判 怕吃虧 然後一直在 我覺得他花在裁判的時間 比花在自己球隊球的時間 還要多 我覺得這是一個不好的文化 那我喜歡寶兒 我覺得至少 把吹就出了嘛 我專心打好我的比賽 我覺得 我覺得 等一下 這是你們同學的身分吧 同學的身分 對 台灣需要這樣的文化 其實我覺得就在球場上 比賽上其實 我覺得球場上每一個人 都是這場比賽的一份子 那裁判 球員 教練 每個人都會犯錯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很能夠認同 裁判會可能 不小心露吹一個 我覺得 事情過去了 你去做太大的抗議事情 對球賽本身是沒有幫助的 你只要稍微點他一下 讓他知道 這個球是有露 大家我覺得 他自己會知道 我覺得你去抗議 造成大家 大家的對立 更多的對立 或是情緒上面 他不能讓裁判的情緒上面 更 打 那其實我覺得 對球賽本身是沒有幫助 那如果你的球員在場上 有一些對裁判的情緒反應的話 其實我一直告訴我的球員 就是說 你應該去控制自己的區域 如果你一直在想裁判的問題 你的球是打不好的 你應該把裁判的問題放開 冷靜的去對 你一開始你必須要去 知道今天裁判他催判的尺度 除非要很誇張的時候 我覺得 我告訴你 跟裁判 是教練的工作 不是你的工作 你球員 只要把球賽打好就好了 對 Ken哥自己也當過球員 所以應該 這個 我跟這個寶兒 當過同一個球隊 我們的教練 通常是跟裁判 會有很多抗爭的 所以 這個 我們的老大哥 鍾芝萌先生 這個跟裁判應該是 有名的 在台灣算是 數一數二的 所以 我們應該不需要 花太多的錢跟裁判討論 這打球就好了 我要跟你報告 這個部分我見識過 他們的教練 跟 顏家華顏教練 一個站在這邊 一個站在那邊 兩個人在那邊對親 你知道嗎 哇那個氣氛 對親還好啊 三個裁判可能都不敢吹了 對親有什麼 今天還有教練在對面對罵的都有 他們兩個是在對話嗎 結果他們兩個真的就是在對話 其實我覺得球員跟心態 當然 以球員來說就是 專心打好自己 做好自己就好 你只要把自己準備好 讓球隊來訓練 可是當教練以後 你必須要去做很多的事情 譬如說 球員的 不管在訓練也好 他的 你可能連球員的日常生活 你都要去關心他的情緒 他吃得好不好 所以你擔任教練的時候 你的風格是 連他們的 譬如說心情啊 然後生活起居 都會關係的那種 我覺得你必須要去試著了解他 譬如說球員有些問題 可能甚至是學校的問題 你有辦法幫助他們 你當教練 你都必須要去解決他們的問題 讓他們 能夠專心的再接受你的訓練 我覺得是教練跟球員 最大的不同 就不只是單純的就是 指教戰術上面 訓練上面的東西而已這樣 真的 你的同學真的蠻用心的 其實我剛提那麼多 我們裁判自己 其實我們自己要學會溝通 因為很多狀態的東西 其實我必須講 裁判是人 我們不可能每個球都吹對 真的很難 對 但是 我們會盡力去做好我們的責任 跟工作 其實往往一顆球 如果今天我們的尺度有偏離了 這顆球突然 我們的尺度變縮得比較緊 吹了 其實我們自己都明白 對 那當下其實 透過一些溝通 其實很多球員都很棒啊 他說 欸老師 這個球的狀況怎麼樣 好 我解釋 我也會跟他說 OK 我知道 那其實我們就會調整 我們就會調整 所以其實很多互動在溝通上的時候 是一個良性的互動 在講的時候 其實現在電視轉播 你說 同學 又如何 場上 大家就是 做自己該做的責任跟工作 確實就是這樣 你只要有印象 例如說哪幾個球員 遇到一些催判的時候 特別會 就是 用良性的方式來跟你溝通這樣 而不是第一時間就 就 不會很多欸 我覺得其實今年的SB 有很多的球員在溝通上 其實包含 但 我遇到的教練 我覺得溝通上 其實都還OK啦 我覺得 對我 我覺得在溝通上這一點 像譬如說 像寶兒啊 像 欸 像晴晴那個 炎哥啊 像 像 阿三哥啊 像 阿泰啊 其實他們 包括大中教練 其實我覺得他們的溝通跟互動 都很OK啊 真的是OK啊 全部唸完 是不是七隊都已經唸完了 沒有 只剩兩堆了嗎 只剩兩堆了嗎 他有落到誰嗎 我願意得罪人了 這樣很清楚 不會啦 其實真的很棒 不過呂月 我有個建議喔 因為我播那麼多SBO比賽 我覺得國內教練 尺度是一個 我不想提 因為就是尊重裁判 可是我們往往在一個 有爭議或關鍵的判決之後 我就你們三個裁判 meeting完 我就你們缺少一個動作 去跟教練做解釋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因為你們判完了 就開始了 我覺得國內教練 沒這個習慣 我今天爭議完 我們三個少年 我就是這麼判 過去跟這個教練講清楚 那個教練 我再跟你講清楚 比賽開始 我覺得國內教練 沒有這個習慣 所以會造成很多的誤解 會造成很多的誤解 我覺得這個 也是一個制度上的問題 就是說第一點 我覺得裁判所付出的時間 跟他所得到的 有點不太平衡 所以對裁判這個工作來說 我覺得第一 他的報酬率不夠高 而且他要做的工作 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對裁判來的心態 或各方面 我覺得有點是不公平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 這個制度沒有出現到 就是說如果今天有很多的爭議 那要怎麼樣來互相的溝通 是不是之後有開會 或賽後開會 或以後的檢討 或有評分制度 或任何的制度 可以讓這個賽事 讓大家覺得就說 OK 有這個問題了 我不是我講就算 或你講就算 感覺之後的話 可以再就是 另屁一個單元來討論這個部分 先解釋一下 因為不然都有說 沒有說過 可能我們要下一次老師來的時候 再來幫我們解釋好了 因為感覺這個腦有點龐大 不會啦 有制度啦 因為其實很多東西還是有考評 我們玩了還是會做meeting 確實這個都有在做 我覺得這個meeting結束以後 還是要跟球團來講 就是說 我們最後的結論是什麼 更結論是什麼 另外我覺得球團可能在 對裁判的投資也要出現一點 我覺得這才算公平 好的 那今天謝謝曾瑜老師 來到現場 為我們解答了很多 有關於就是方案狀然的問題 好今天 我們跟幾位來賓 到現場 大家有發現我們今天 全部都是穿制服 對 這是今年的WVC 活動的帽T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我們的好物價 官方網站上面 去做選購 對 大家應該覺得還不錯吧 而且各種size都有 各種size有 連肯定哥的size都有喔 我怕你不敢講 所以我直接講 好今天謝謝參考老師 還有謝謝三位來賓 來到現場 謝謝大家 謝謝我們下次見了 拜拜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